不少深水埗老街坊视为地标的加顿中心面临拆射 加顿向成规会申请重建为25层高的商业大厦 不少人希望保留加顿 但根据法例只有法定估值才禁止清拆 负责平核的股物资讯委员会 暂时只是将加顿中心列为二级历史建筑 加顿公司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 两位创办人因为在植物公园商讨开切面包店的计划 于是以公园的英文Garden的译音加顿命名 初期工厂就设计深水埗 1938年迁往青山导宴寺 最初只有两层到50年代两度改建 部分加高至7层更加加建中楼 古迹办馆长伍志和话 加顿中心界改建 由第一代华裔建筑师朱斌负责 富有现代主义风格 古资会主席林小路说 社会期望业主因为评级而寸讨不动 是不实际的 有委员提出 即使不能够整座保留 可不可以用某种形式保留中楼呢 古资会会咨询公众一个月 确定评级 之后成规会就会审视加顿提出的发展计划 辞职 汪水